我们今天的信息就是说到耶稣是帮我们脱离一切的捆锁 释放我们脱离一切的捆锁 你看到图是一张纸里的图 图是什么? 他人在坐牢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没试过坐牢 又不是在坐牢 但是很多人都会在某一种的捆锁里面 其实每个人都有某种的捆锁到某一个程度 当然不是完全释放的 如果他完全很自由就好像在天堂一样 就是我们少少或多或少 一定有少少的捆锁 那这些捆锁可以是什么? 就是不知为什么他人会不开心 这种捆锁就好像很难脱离 不知为什么到时候到后又会不开心 又会烦恼的 这就是一种捆锁 或者是一种坏的习惯 一种犯罪的习惯 比如说你喜欢说大话 或者是很难去到耶稣面前 这都是一种捆锁 就是觉得 总是不能够全心全意很简单 好像小孩子那样 耶稣我感谢你 这都是一种捆锁 就是心灵得通 我们的灵得活 我们上星期讲到释放我们的灵魂 因为我们的灵魂很多时候有很多东西都捆锁 对不对? 而我们就要祝福我们的灵魂 让我们能够充满喜乐 平安时时有神的话 要祝福我们 那我今天就讲到那些捆锁 就是很多时候会有些东西锁住我们 就是我自己都发觉是有一些的情绪 有些的思想都在我里面 虽然我有很多已经释放 就是说这些这样的事 大部分的时间都没有骚扰我 但是呢 都会发觉是有的 那你可以庆祝我 大家能够 就是说主耶稣 我今天要摆脱这些一切的捆锁 这个信息是给未信耶稣的人 他们都是 其实就是在罪恶捆锁 在魔鬼捆锁之下 你相信耶稣都是会 魔鬼或多或少 都在你生命之中有一些的工作 如果你完全没有这种工作的时候 魔鬼完全释放 就是完全没有魔鬼控制你的时候 你就会整天都好像在天堂 哇!很喜乐 很平安 如果你发觉不是的时候 你就会问自己为什么 我们读一读这个经文 诗篇1807篇 第八至到十一节 OK 诗篇1807篇第八至到十一节 OK 找到之后一起读一下 但愿人因耶和华的慈爱 和他向人所行的歧视 都称赞他 因他使心里渴慕的人得以知足 使心里击我的人得饱味物 那些座在黑暗中死任累的人 被困苦和铁链捆锁 是因他们违背神的话语 藐视是高者的旨意 这里讲到两种人 第一种人就是 那些人渴慕神的人 第九节那里讲到 那些渴慕神的人 他们就能够知足 神能够满足他们的心灵 能够整天都饱足 整天都有喜乐 使心里饥饿的人得饱美物 就是当渴慕神的时候 能够很丰富的 很享受的 每一样东西都可以享受的 其实我时时都觉得 神的做每一样东西都这么好 我吃饭的时候 我真的很享受 我觉得神是创造的万物 睡觉也是很享受的 但很多人太喜欢睡觉 就不喜欢起床 我睡觉我又觉得享受 起床我又觉得享受 行路我又觉得享受 当你这样的时候 你什么时候都是享受 就不会在烦恼 有时我们有种习惯性 习惯性在烦恼里面 我们就不是习惯性在烦恼里面 而是习惯性在神的喜乐 神的满足里面 然后第十节 就是第二种人 那些坐在黑暗中死瘟里的人 这些就是黑暗在罪恶里面 死瘟的 就是死亡的黑影之下 在死亡的黑影之下 因为他们其实都是 人都在死亡之下 在魔鬼的权势之下 虽然世上的人有生命 但是这个生命是要完结的 其实呢 当人的孩子出生 就已经开始死了 为什么呢 他开始老了 开始呢 虽然这个过程 我们看起来就好像很久 但是你想起来 你到现在很快 你现在觉得 我现在二十多岁 回来就好像很快 到了八十岁的人 当然很久 其实不是的 你到了每个年龄 都发现很快 就像沉沉沉的 就过去了 我跟那些阿伯阿婆聊天的时候 我说你觉得人生很快 他真的觉得很快 正如你现在好像 从小到现在 是不是很快 小学的时候 到现在好像 好像沉沉沉沉 就已经过去了 小学的时候就说 很久 还有很久的时间 但到现在好像很快 将来我们一生 都是很快 过去 其实世上的人 都在死亡的阴影之下 一直在死亡的细域之下 他们是什么呢 被困苦和铁链捆锁 人都是很多的 很多的不开心 很多的烦恼 很多的重担 虽然有些人 他用方法 那他用什么方法呢 就是他每天都去玩 每天都看电影 每天都去做很多 他想做的事 他就说 我生命很充实 很丰富 但其实 这样的人 也都不是得到 真正的饱足 因为他只是 他一定要靠这些东西 当他没有这些东西 他就很孤单 很辛苦 因为他里面没有真正的满足 他满足是去做一些很惊险的事情 譬如他爬山 去玩滑浪 风帆 在那里 很兴奋 我玩的时候 你真的烦恼都不记得了 玩的时候 符符符 但如果他有一天 没得到玩 他就坐在那里 转转转 有些人打游戏 很开心 但打完之后 又好像没有了夏文 就累的人 又是不开心的 因为他需要靠那些满足 而现代人 就是时时在这种 一定要有满足之下 所以这里我们看到 有些人在黑暗 我们一起读第十节 那些坐在黑暗中死任累的人 被困苦和铁脸捆锁 那你问自己 你有没有被一些东西捆锁住呢 有没有被一些不开心的捆锁住呢 或者人的关系捆锁住呢 就是这样 那我们在这里 将指导的经文 就讲到有些不同的捆锁 就是有些不同的东西 可以捆锁我们的 第一 《指不所书》四章二十六节 我们一起读一下 生气却不要犯罪 不可含露到日落 那这里就讲到 保来就叫我们不要发怒到日落 有很多人呢 其实人都会有倾向就是 始终对某些人的心里面 会有一些怨恨 有一些愤怒 在我来说 我天生是一个很容易原谅人的人 这是神给我的性格 有些人是 天生是容易原谅人 有些人是难一些的 但我是一个天生容易原谅人的人 我都发觉 是有个阴影的 我看到某些人是有个阴影的 我求主帮我能够做到 就是完全的喜乐 释放 我完全不受他的行为的影响 完全是 看到他 好像见到教堂的人一样 那么开心 我们知道回到教堂是开心的 因为我们一群人都很 互相接纳 还有有神的话语 有神的同在 赞美神 是很开心的 但是有时候 你见到一些不开心 一些令到你不开心的人 你心里面就毅住 一见到他 就已经 是不是一见到他 已经毅了半 就是你上学 一见到他人出现 一见到他的行为 立即 瞒着了 我自己也有这种感觉 有些人我见到 一见到 有些已经好像受压制的感觉 那些有受压制 就是你的心在压制 那你说 神啊 求你帮我释放这件事 就是 好像耶稣 他讲到的时候 整天那些法利错人 就坐在那里 就监视他 看有些什么 捉他 他想找些方法去攻击他 又问一些问题 特意去拦倒他 但是耶稣 没有受他的影响 如果耶稣受的影响 变成了 耶稣在世上的事奉 的时候 是捆锁住的 你想想耶稣很惨 整天都捆锁住 没有一种自由的释放 那我们求主耶稣帮我们 有什么人在 那我们就知道 我知道有这个捆锁 我知道这个人 是我的捆锁 令到我心里面不开心 我心里面有不开心的人 我要靠着耶稣 待会我们看看 如何释放 不饶恕 我们一起读一下 马太福音六章十五节 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 你们天父也必不饶恕 你们的过犯 就是有些人 他到死都不饶恕到人的 不是一定是基督徒不会的 基督徒一样会的 基督徒一样会的 我看了一些牧师的故事